大家好,我是Stan 前一阵子被爆料遭到对内集体XX的April成员Hunju 今天凌晨,在争议发生后 首次在IG公开了自己的立场 首先给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Hunju的立场文 现在公司发表了与世事不同的声明 对年纪还小的我弟弟以及亲友们提告 加害者的父母们给我跟我父母传送谴责的短信 在这种情况,如果我用我的声音公开立场的话 很害怕他们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给我痛苦 所以犹豫了很久 是从准备出道的2014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退团的2016年 当时17岁的我,住在宿舍准备出道 在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的地方 要与加害者们一起度过24小时 因为实在无法承受,就告诉了父母亲 父母亲就告诉了代表 但是代表反而责怪了我 然后在加害者们知道这件事情后 对我的XXX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之后与父母亲的电话 也只允许在经纪人面前短暂的通话 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目前对外公开的内容是棘手部分 在那三年的时间 我持续的遭到暴行、辱骂、调戏、人身攻击 其中最让我难受的是 对于奶奶、妈妈、爸爸、弟弟 没有根据的人身攻击以及侮辱 公司都知道这些事情 却只是旁观 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因此我在看不到尽头的黑暗中 也一度想不堪 试图过极端选择 但是他们没有感到一丝的歉意 然后我按照公司准备的理由退出了团体 结果就扣上了背叛者的头衔 持续的收到了酸炎指责 目前透过公司的所有活动都已经中断了 有托过公司来找我的新的项目 也没有与我商量 公司就直接取消了 而且公司也表示 不会给我解除专属合约 现在我为了保护我自己与我的家人 不会再这样下去 对于公司的提高 会与支持我的人一起对应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几年前Hungju在退团的时候 写给粉丝们的立场文中写的 好像是Hungju为了自己的演员梦 所以选择退团了一样 原来这都是公司的作品 公司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 真的好郁闷 Hungju加油 哇 对高中生弟弟提高 阻挡了Hungju的工作 左手公司跟加害者父母的旁观与抱负 真的好惊人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持续 为了写这些 应该是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气 谢谢你Hungju 会应援你的加油 然后在今天早上 左手公司DSPU也发出了声明 反驳了Hungju的立场文 今天Hungju在SNS上传的立场文 是与客观的事实完全不同 单方面扭曲的主张而已 在退出Aput5年之后 Hungju与他的亲友 对长时间一起辛苦努力的Aput成员们 犯下了不负责任的行为 让成员们以及公司 受到了无法承受的痛苦以及损失 受害的成员们也想要公开事实 解开冤枉 但是担心只会反复一样的 既主观又不负责任的主张 无法解决问题 所以才会想要通过司法机关 来解开客观的事实 所有真相以及成员们的委屈 很快就会通过法律程序揭晓的 对于公司的反驳声明文 大部分的网友们表示 哪些部分是主观又不负责任的 要仔细说出来呀 光只是说法律诉讼的话 谁会相信呢 开玩笑吗 司法机关能正确的判断 在对内XXX的事情吗 明明就是想要让Hunji 赔偿公司收到的损失而已吧 真恶心 现在看来这里是所属公司最恶劣 不只是主导XXX的诈验者们要退出 DSP也要永远消失 但是也有几位网友们表示 不过不是也有可能性是Hunji在撒谎吗 所以公司才会这么强力对应不是吗 对于Hunji的立场文 以及公司的反驳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等等 我们 forever然 很好 咱 eating respir 冷 冷 冷